好奇 对世界要有好奇心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对世界有好奇 如果对世界已经好奇心都没有 这人活着跟死的是一样 邓小平推动那个改革开放 不是从辽宁开始 而是从深圳开始 从南方开始 那么南方一步一步 他再慢慢到北方 那么我等于是从北方辽宁到杭州去读书 杭州就是南方那个时候已经很发达了 那么那这个时候就等于是对于你来说 就是一个同一个时空里面 就同一个同一个这个空间里面 发生发生了不同时间上不同的点的事情 就不同的时间的点 因为你南方是那样的状态 北方是那样的状态 然后每年你会回家你会来回看 你会特别有感觉 你就感觉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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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再往北推进 然后人的思想也不一样 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就会它会一点一点的一点的在影响 所以这个东西是特别有意思的 我的灵感就是从这来的呀 这就是起点 我要思考它为什么 那么才慢慢慢慢的去衍生我的艺术 因为你会 你当你这种情况不一样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种错乱 就是你的坐标系是乱的 因为没有一个标准了嘛 南方和北方这种差异很大 你就没有办法用一种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事情 衡量不了了 最原始的这个作品的题材 是从这个玛格丽特的这个作品里面来的 那么他呢 做这个作品之前 他读了一本小说 就是美丽新世界 赫旭里的美丽新世界 然后他创造了这幅作品叫《无声源说》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说非生命体会进化成生命体 就是我们是从非生命体来的 那这个就是说 它会一个生物学界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理论 就比较冷门的一个理论 有这样的 那么玛格丽特就画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么正好这个书我也读过 那么读过之后 这个作品呢 实际上它是有三本 有一本是我们 是俄国人写的 那么还有一本就是《1984》 《小赵奥威尔》 然后还有一本就是《赫旭黎》 这三本小说呢 它等于是就是反乌托邦三部曲 那实际上呢 它也正好印证了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尤其对应近现代 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么它跟中国的对应也是非常类似 很像 非常像 那么我生活在那里 当然我会有感觉 那么我通过这个 我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去就是说等于就就抚摸这个 赫旭黎讲的这个《美丽新世界》 然后一点点酝酿 然后做出来现在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样的一个展览 我很关心我爷爷干嘛的 我太爷爷干嘛的 那他们都当时在干嘛 因为我爷爷太爷爷就是一直往上走 你可以走到清朝了 我很关心这个家族的历史 他们是怎么想的 他们为什么这么选择生活 我就很好奇 很好奇 然后我爸爸就给我讲 讲到直到他知道的为止 他就一直给我讲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把历史都已经梳理一遍了 我下一个作品就是关于这个的 我爸爸在写回忆录 也就是我会做一个 我先写一本小说 然后去做一部动画 做一个电影 就是单人跟文革不完全一样 但是会有很多的事情是文革里面出来的 就说他在写回忆录 他就没有那么疑 他就没有那么疑 就是他 他就没有那么疑 就没有等着 これ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